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帝王 但要论在民间百姓中知名度最高的 清朝的乾隆皇帝要算其中之一了 在位期间历经图治和其祖父康熙 父亲雍正一起创造了康乾盛事 将清朝的发展推至了顶峰 这样一位皇帝 他死后后宫的妃子的命运是怎样的呢 在我国古代 大部分女人的命运是很悲惨的 她们被当作男人的附属品 不仅在男人生前要服侍他们 在男人死后更要作为陪葬品而殉葬 这一习俗来自于古人的认知 由于当时科技不发达 古人普遍认为人死后的世界 同生前的世界是一样的 因此有钱有权的男人们在死后 依然想要顾有人伺候 服侍静养的生活 这就形成了殉葬制度 这一制度不仅会将牧主生前所喜欢的金银铜器 等物品一同埋入底下 还会将兵马 奴隶及他生前的女人一同埋入 文献中记载 我国的活葬制度 早在原始时期就已经出现 商朝时 活葬制度达到顶峰 直到春秋时期 男人死后 活葬的主要对象从奴隶变为妻女 因此如果王公贵族中的男人们死了 而他在死后依然想继续受享天文之乐 他的妻女就必须陪葬 随他而去 这一残忍的制度 一直持续到了明英宗朱祁镇 明献宗朱建身的时候 才被禁止 两位皇帝在生前都一致规定 禁止活葬 且以后的皇帝也不允许再继续实行活葬制度 广大女性这才从噩梦中解脱出来 但好景不长 明朝灭亡 清朝崛起后 努尔哈赤又将殉葬制度办了出来 这一制度得到了他的儿子皇太极的吉利拥护 当时的女性们再一次陷入地狱 直到乾隆的祖父康熙继位 他认为人殉制度实在是太过残忍 于是禁止人殉制度 且要求后代子孙严格执行 故而当乾隆死后 他留下的九位嫔妃才逃脱了人殉这一恐怖的命运 而嘉庆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 乾隆一生共有五十一位妃子 十六岁时便与查汉尔宗官李荣宝之女杀继复查士喜结莲礼 雍正十三年 乾隆继位成帝 复查士欺贫富贵 容身为皇后 但复查士却不是长寿的人 乾隆十年前 复查士香肖玉云并是德州 早于玉岭 复查士是乾隆最爱的皇后 因此乾隆伤心了很长时间 在四年之内共为复查士祭奠百余策 还亲自携事悼念 复查士婚后 侧服进左领那尔部的女儿乌拉娜拉士 逐渐由贵妃晋升为皇贵妃 最后成为乾隆的第二位皇后 乾隆虽也喜爱她 但由于白月光复查士 在乾隆心中的地位不可撼动 因此乌拉娜拉士一直以来 都不能完全得到乾隆皇帝的真心 最后乌拉娜拉士 因触犯了国际被打入冷宫 在五十九岁时与冷宫内去世 死后被葬于玉玲妃远寝纯会皇贵妃墓中 此时乾隆皇帝正当年 仍有继续物色皇后人选的打算 不过第三位皇后 却是在死后被乾隆追封的 乾隆二十四年 她遇见了被后人称为魏家世的女子 其初只是帝王性质来时 再正常不过的一次中性 却怎料魏家世就此有了身孕 还生下了十五阿哥永远 那时的魏家世 还是一个小小的贵人 直到十五阿哥永远成为了皇太子 魏家世死后 才被追封为孝依皇后 同葬于玉玲中 三位皇后中 只有魏家世陪伴乾隆到了晚年 但是仍旧没有乾隆长寿 一期九九年二月七日 乾隆皇帝驾崩于养心殿 享年八十九岁 皇宫内外哭声一片 这些人里有的是为乾隆而哭 有的是为自己而哭 而为自己而哭的人中 最伤心的 就要数乾隆皇帝后宫谨剩的妃子们了 之所以说谨剩 是因为乾隆皇帝一生虽有五十一位妃子 但是乾隆皇帝在世时 就已经陆续的死了四十二个 这些妃子由于死于乾隆皇帝之前 因此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妥善的安葬 乾隆皇帝驾崩后 邪侯宫谨剩于九位嫔妃 因此也没有给自己的儿子嘉庆 带来太多问题 由于嘉庆的太爷爷明文规定不许人序 所以嘉庆自然是不敢违背太爷爷 爷爷和其父亲乾隆的旨意的 按照规矩 嘉庆原本应该新建一处宫殿 然后将父亲乾隆的依妃们都统一安排住进新的宫殿里 便于事后管理 但是考虑到新建宫殿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物理 财力 故而嘉庆直接将这九位先皇遗留的嫔妃们都请进了慈宁宫和寿康宫 将他们分别安放在里边 好吃好喝派人伺候的遗养天年 其中有孩子的 位分高的 住在正宫寿康宫 其余的没孩子的 位分低的便住在偏殿中 安排好了医师住行 嘉庆紧接着又赶紧为先皇的一妃门进行了加封 这是由于嘉庆自己也有嫔妃 如果不赶紧加封 一来会遭到世人诟病 背上不孝的骂名 二来皇宫内院会比较难以区分 于是嘉庆给乾隆的九个妃子们 分别都加封为了太自卑 如太妃 太平等 可怜的是 乾隆此时最小的妃子 晋妃才刚满十五岁 就成了太自卑 一生都要留在宫里为乾隆守活寡 晋妃也是乾隆一妃中最悲惨的一位 他先后经历了乾隆 嘉庆 道光三朝 在道光二十五年时 终于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 最后被葬入狱领 所以这些妃子虽然看似都被嘉庆安排在了 慈宁宫和寿康宫 但是嘉庆对他们每个人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死法也各不相同 先来说婉妃 婉妃虽然不是乾隆最爱的嫔妃 也没有给乾隆生过孩子 但由于婉妃是在乾隆还是太子时就嫁不去的 乾隆生前为他做了最妥善的安排 将嘉庆交给了婉妃抚养 由于婉妃代嘉庆视如己初 因此在嘉庆继位后 便是婉妃如生母 对婉妃尊敬孝顺有加 待遇帝位等同皇太后 不允许朝堂上下任何人对婉妃有所不敬 而婉妃也是众多嫔妃中陪伴乾隆最久的 共陪伴乾隆了七十多年 寿命也比乾隆长 在嘉庆的习心照顾下 婉妃活到九十二岁才去世 是九位妃子中命运最好的一个 再来说颖贵太妃 她是九位妃中被气死的 起因是在嘉庆五年的时候 有一天她过大手 杨子永林带着礼物去看她 结果被嘉庆知道了 便把永林臭骂了一顿 消息传到颖贵太妃耳朵里 颖贵太妃认为心皇不尊重她 就一直自己在宫内生闷气 将自己弃病了 卧病的一个月内 颖贵太妃怎么也解不开心结 嘉庆只是派太医来替她治病 也不管她 颖贵太妃越想越气 一个月后便把自己气死了 接下来要讲的是叶特氏 叶特氏在侍奉乾隆时 并不受宠 但是却为乾隆生了五阿哥永齐 因此在乾隆生前也一直在为禁风 有了儿子后 叶特氏的心就一直放在永齐身上 也不在意乾隆到底喜不喜欢自己了 乾隆三十一年 永齐去世 叶特氏伤心欲绝 自此以后就活在对儿子的怀念中 一直到她七十八岁高龄才逝时 嘉庆也很好地安葬了她 然后是暴躁的淳飞 淳飞刚进宫时 乾隆由于新仙对她很是喜爱 因此淳飞也逐渐视虫而交 脾气越来越不好 一次 由于自己宫里的宫女做错了一点小事 淳飞就下令将那个宫女杖杀 此时传到了乾隆的耳朵里 乾隆认为这个女人太过于心狠 对待下人太过于苛刻 便对她不再喜爱 淳飞因此由飞被降为嫔 淳飞被降级后 整日以泪洗面 深深改过 于是又重新被升为飞卫 经过此一事 淳飞的性子改了不少 乾隆死后 她在宫中身居简出 嘉庆也没有为难她 六十一岁时去世 与淳飞比较相似的 是一直以来不受宠的宫婷 从她的封号上就可以看出 在乾隆眼里 她是个重规重矩的女人 之所以说她与淳飞相像 不是说脾气 而是她在乾隆死后 一直居住在宁寿宫里 跟淳飞一样身居简出 因此活到了七十岁才去世 故而 乾隆的九位仪妃们 除了备受尊敬的婉妃外 其余都是无一例外的 在宫中安稳治老死 有的很长寿 有的很短命 比如芳妃 同样不受宠 却没有其他嫔妃长寿 乾隆死后两年的时间里 就去世了 不过对于深宫中 守活寡的妃子们来说 芳妃的结局 便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但是总体来说 嘉庆对待父亲的姨妃们 还是不错 而她们跟之前 被殉葬的女人们一比 也算是幸运的